每天60秒简报 2023年2月13日 星期一农历正月念三 一、全国多省份陆续开启公务员审考报名 并将于2月底至3月开始比试 其中部分省份扩招增幅超50% 二、三部门今年将举办全国村晚 全国广场舞展演等乡村文化活动 三、北京 冯山12日发生2.8级地震 近三日来 我国已累计发生地震12起 北京市地震局 北京近期发生4级以上地震可能性不大 四、西安启动13岁在校女生HPV疫苗接种 知情、自愿、免费 重庆 今年将为18万名初二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 五、深圳 支持数字经济核心区试点 市民每月免费享有Eteam网络流量 六、广西南宁 多个楼盘宣称房贷年龄期限可延长至80岁 多家银行回应 却有其事 目前已有部分银行在执行 七、网传运达速递2000多个网点关闭 公司要倒闭等内容 运达回应 为不实内容就派见不及时致歉 八、云南12岁双胞胎失联已八天 搜寻范围超50平方公里 网传已当天与姐姐发生争吵 当地回应三姐弟关系不合 被亲姐弟戏谬言 九、姐弟俩仿冒正规期刊牟利 四年获利1800多万 法院犯非法经营罪 判有机徒刑并处罚金250万元 十、山东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 有关部门正准备击落 官方回应 尚不清楚不明飞行物具体是什么 正在核实 大连发布航行警告 13日至17日 黄海北部部分海域将进行实弹射击 禁止驶入 十一 韩媒、湘摸海槽获知日本发生9.1级大地震 预计超450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于近日举行防灾模拟演练 十二 外媒、涂须两国超3.3万人遇难 逾百国家和地区迟源灾区 专家称不规范建筑造成巨大伤亡 土耳其开展地震犯罪调查 下令逮捕承包商等百余人 十三 美媒 NASA派到太阳北极一块断裂脱落 前走未有的事件令科学家感到困惑 马斯克最新发生 人类极有可能十年内登陆火星 最快五年 十四 北约 现任秘书长将如期在今年10月任期结束后卸任 任职近9年 外媒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霍姆斯省发起恐怖袭击 至四死十伤 十五 外媒 俄罗斯呼吁无条件和谈 可能一场大战将拉开序幕 俄军冬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 俄已准备近2000辆坦克和30万名士兵 每日金句 坚强 不是面对悲伤不留一滴泪 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